这个叫勤修舍心 如果你不去修 你永远不会平衡 喜欢就喜欢 讨厌就讨厌 喜欢就喜欢 讨厌 你永远在这个习气里面 就像我刚刚讲了 老比丘你看到我 真爱我啊 虽然他修行一辈子 但是他没有修这个舍心的时候 累世的习气还抓住了 就会变成这样了 所以第十五 生死流转无其死 入胎受生亦无粗 所以我们没有 我们的无名就才是我们 无量无节以来我们才无名 所以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只要你有无名贪成生 你就会来轮回 然后入胎受生亦无粗 那你就会不断的来生生死死 故知有情皆世母 所以在无量节以来 我们不断的轮回 根本算不完 到底谁是我们妈妈 谁是我们爸爸 所以谁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因为无量节而轮回了 所以各位你家里的 我们在家里 不管这个是你女儿 这个是你先生 都做过你爸爸 做过你妈妈 就不断不断不断的再重复 然后今天大家一起搬来马六甲 等一下出去的互称爸爸妈妈 真是如此 所以因为无量节以来都做过我们的父母 愿生施剑 这个剑是正知正见 不是眼睛看见 是你要告诉你在你的脑筋意识里面 是 念一下 众生一定是我父母 一定要如此 愿生你要发愿生这个 所以你 你修了平等心 还要生起什么心 众生是我父母 平等心叫我们不执着 还要生起这个 众生都是母亲的 一只蟑螂 一只蚂蚁 现在飞过来了 这个苍蝇飞在你手上 妈 你不要伤害他 你对待苍蝇要对待你女儿一样 这个叫修行 我想道理各位都懂 我这样讲以后 各位你去亲近法师善知识 你要拿这个做评断 这个法师有没有这个平等心 有没有这样子 不然他有分别心 你也学不到真理 要这样去看待 也要要求自己 所以 第十六 今生爱我母为罪 那你用这一辈子来看好了 这一辈子最爱我的就是爸爸妈妈 众母爱护一如是 所以这些 你不认识的 你恨的 你爱的 这些小蚂蚁 这些鱼 这些人 这些鬼 过去都爱过你了 所以我告诉各位一个窍诀 像我怎么忏悔 我人家给我说 我有冤亲在主 我就给他跪下来 我叫你爸爸 我叫你妈妈 我以对我 现世父母来对待你 甚至我妈妈身上 有冤亲在主 我也跪下来 这个冤亲在主 要我妈妈的命的 我妈妈 很多次在死亡的边缘 然后 我就跪下来 我称你妈 我称你父亲 我对我亲生的母亲的方法 来对待你 他才可以超度我 不然他不理你了 你比如说 你赶快离开我妈妈 我一直跟你放生 你赶快离开我妈妈 你给我看 你用放生 要把我赶走 他不会走的 你以对待 对待我自己妈妈的方法 最爱的 来对待这个冤亲在主 所以我来供养你 希望你快乐 而不是要把你赶走 而且把他 你自己跪下来 这样发怨 我如果对待你 不像对待我亲生的父母 那你来伤害我好了 对方会给你感动 感动以后 再加上我们的功德 他就变成天人生 他变成天人生 他干嘛附着你 天人生附着你 还对你有加持 不是把对方 超度不是把对方赶走 是让对方成为有福报的 有福报了 他在你身边就加持 甚至他到福报的地方 这个观念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是要把他赶走 所以所有众生都是我们 今世的爸爸妈妈一样的 疼爱我们 失辞厚恩未能报 所以我们看到众生 要很惭愧 所以各位要开始学 到路边这么多不认识的 不管印度人 华人 马来人 内心里面 先想 他是我的母亲父亲 我要把我的功德 我今天说八万在戒 我要把功德供养他们 愿他们能够很快乐 要施慈厚恩未能报 所以要意念众生苦 意念众生苦 不要一直想 我儿子痛苦 我老公 因为如果你要修大乘的心态 你要先修平等心 意念众生苦 意念母恩 求加持 这个求加持是 希望诸佛菩萨 加持你 让你维持这个意念 母恩的心态 这个是实修 这个实修你要禅修 你要经常这样想 经常这样想 各位特别套魂墓啊 就是那些被抓的鸟啊 被杀的动物 你要放在面前 一直念它 你就是我母亲 我要怎么样来报答你 我要怎么样让你离苦 你还去吃它 那你就不用修了 你根本不能入大乘门 所以大乘门最强调吃素 你还未去吃它 那怎么可能呢 除非你有技工的能力 吃了它变活了 然后就超度了 你没有 你没有资格吃 那如果你没有再吃素 说你是修大乘的 那就骗人了 就没意义了 所以第十七 若知有恩有舍弃 如果你明明知道 所有众生都是你的母亲 你的父亲 你还不去度它 你还故意不理它 所以各位 你在洗澡看到一只蚂蚁 你在洗冷盆看到一只蚂蚁 你要先救它再说 你干脆冲下去吧 你在看每个东西 你都要把它看清楚 不要不小心伤害它 你要伤害它 你一定要跟它忏悔 跟它持重 不然会有夜报 会有因果的 虽然不照故意的杀业 但是依然会有因果的 所以若知众生对我们有恩 而不去度众生 视我下略更有谁 那要看不起自己 所以念一下 对自己有惭愧心 对众生有报恩心 一定要如此 所以各位不要骄傲 修行人不要说 我读了什么博士 我是佛学博士 我甚至出家二十年 我会修无上法 然后眼睛高高在上 然后利用众生来 来凸显你自己 你看我信徒那么多 我走路大家都站起来 那很多人是这样来修骄傲 不是在修慈悲 所以对方在腰痛 对方都是你的问题 妈妈在腰痛 你有什么好骄傲的 你要想办法让它好起来 所以若知有恩有舍弃 视我下累 要有这个惭愧心 事故图报当拔苦 我们要报答这个众生 我们一定要拔除它 现前的痛苦 跟未来轮回的痛苦 现前的痛苦是让它健康有钱 未来解脱的痛苦 让它能够脱离轮回 让它成就成佛 同成佛道 所以病与甚乐 也要给它这种殊胜无漏的快乐 求加持 所以我这样讲 那各位就知道 我们从解脱到 走入菩萨岛的一个简单的修行方法 那后面呢 各位你就要自己看咯 后面告诉我们怎么修 自他平等交换 发愿 再来141页 就实修六波罗蜜 四摄六度 大家都会背 布施 爱与利行同事 布施慈悸 人入精进 禅定般若 这就是大乘的实修 从六波罗蜜 然后要真的去布施爱与 利行同事 要去利益众生 那最后呢 142页 那你的资粮 就叫显教的部分 资粮修圆满了 那你还要进入密 这个密就是 让你随时保持在佛的状态里面 这样你才可以利益更多众生 所以36密不甘心二次地 升起次地 升起次地有点说 各位看了这西方三圣 然后你要观修 看得很清楚 就像紫一样 然后呢 圆满次地 那你又知道它是如换如化的 不但如换如化 它还在利益众生 那你要这样去实修 密不甘心二次地 那就走入密秤 那你要走入密秤 要有如佛的善知识 根本丧失 来给你灌顶加持 而且你每天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要闭关了 一日四座 四座 一座可能要修两个钟头 每天要修八个钟头 那个时候根本不上班了 你还上班 那个时候就是 很努力的在 但是你实修这个不离开前面的 四色六度 而不是说放弃众生 所以要按照善知识 告诉我们怎么修怎么修 然后我们要去追求这种善知识 然后呢 第三十八最后 愿我生生育明师 这个明不是出明 达摩祖师叫明师 正的空性的嘛 已经正入空性了 叫明 大宝法王是明师 当然空 空性有实正空性 跟有知见的 那知见就是我知道 但还没有实修的 还没有正入空性了 那我们要去找的 那是要能够找到 已经正入空性了 然后他讲出来都是他的 智慧流露 就像佛在讲话 跟佛在说法一样 宝参妙法 甘露位 那这样我们就走入 十地菩萨 乃至呢 无道 智良道 家行道 剑道 然后这样一步一步 最后无学道 这样就可以 数级正的金刚词 就是佛的果位 金刚词叫原始佛 就是佛的果位 那这样来利益众生 好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 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 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防疫医师詹佩君 廉价结束后 防疫务松懈 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共同降低传播风险 廉价期间 曾前往人潮拥挤的 景点或场所 应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外出时 请全程佩戴医用口罩 在家时 请维持社交距离 若身体不适 请在家休息 若需就医 需佩戴口罩 请勿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进医师评估后 进行裁检 在确认结果前 请留在家中 不可外出 即使检验为阴性 仍需自主健康管理14天 若无出现任何症状 可正常生活 但请避免出入公共场所 急延后洗牙等 非急迫之医疗 请国人配合防疫 共同谈结 守护家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难得 生活难 得闻正法难 诸佛出现世间也难 所以这个人生难得 应该是生活在中国难 就是出息地有佛法的所在 可能是翻译的问题 但现在做人 出息地有佛法的所在 有佛法都听了文佛法 那一期 有佛法都 读到佛 这个世界有感 有很多大成就者 各位 这些观神菩萨 本书菩萨 都视线 只是你看得到吗 你的心来改短 你就知道它是 你的心来不改短 你不知道 所以佛菩萨不可能遗弃我们 不可能 随时视线 主人的感觉 你不可能 再来 你不可能 喜好 那天 你不可能 这个 我 看到 蚑螂 也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